主席王院长,江院长及执政团队,各位同仁,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。 日前政经风险顾问管理公司提出的报告,2013年亚洲十二个国家最不官僚且最有效率的政府,我们台湾排名第五,比2011年退了一名。 报告分析,台湾因为外交上比较孤立,对外国的资金流动及商品采取了一些贸易的管制,对外来投资者制定了一些规定。 加上司法制度的不够健全,导致本地商人可以利用法律使外来投资者频频吃亏。 简单来说,相较于其他国家近年来,他们努力在降低贸易堡垒,以美国及欧盟签订多项的自由贸易协定,台湾的困境在于过度的保护。 面对全球经济的转型的趋势,我们政府应该调整体制,松绑法规,提升行政效率,营造良善的投资环境,甚至有一个更好的安定的政局,吸引外来台商来投资我们台湾。 政府近年来不断地鼓励台商回台投资,但是长期以来面临着投资障碍仍然没有解除。 例如,土地取得的不易,基层与南领继织劳工的不足,环境影响的评估,冗失,耗长的一个时间,都是影响海外的台商回台投资的问题。 本席希望今年经济部他所成立的协助民间投资排除障碍协调会议,能够真正的有效的协助台商排除投资障碍,增加投资的意愿。 台湾人民最关心的就是经济,希望政府能够聚焦,能够focus在经济发展,以经济发展为重心。 台湾早期有很辉煌的经济成绩,那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政治环境。 现在民主的思维完全开放之后,政党的竞争变成一种恶斗,民主的意义遭到了误解,认为反对就是反对到底。 再加上外在国际环境的不景气,台湾受到内外夹工,增加的内耗,当然经济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阻碍。 所以本席在这边呼吁,政党政治的理论下,应该让执政党负全责,放手去做努力拼经济。 在野党的责任是监督、鞭策政府,不是只有反对到底,不是只有杯葛到底。 谢谢。